台北羅漢角散步小吃 喜劇閒聊 義思流電台 我是阿秋 這首歌是來自於Joya Smith的Oh My My Acoustic Life版本 顧名思義就是Acoustic Life版本 你懂嗎? Acoustic Life Virgin Vir...Vir...Vir... 不是我唸Virgin的感覺嗎? 他在唸處女的Virgin的感覺 Virgin...V...Virgin... Virgin...Virgin... Virgin Liver Virgin Virgin me questionin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so i ask myself do i let you go or do i keep you in the frame of my mindnow i'm growing wise to your sugarcoated lies nothing sweet about my misery i finally found what went wrongi finally found the wrong in you i finally found what went wrongi finally found the wrong in you don't want to feel it no don't want you in my mind don't want to feel it don't want you in my mind don't want to feel it no don't want you in my mind you again why'd you call i don't need to hear you crying out my name and like before when you and i lay i die now it's time for you to taste a bit of so i ask myself do i let you go or do i keep you in the frame of my mind i'm growing wise to your sugarcoated lies nothing sweet about my misery i finally found what went wrong i finally found the wrong in you i finally found what went wrong i finally found the wrong in you 这个版本是来自于NPR Radio Podcast 里面有一个节目叫做Tiny Decks Concert 然后它的概念是直接请那个歌手或是那个band 直接到他们那个NPR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有点像是它有两个书柜隔起来 然后前面就放他们的乐器 然后可能后面还有一些他们的现场工作人员吧 然后就坐在那边 有点像我觉得概念有点像台湾女巫店的概念 然后原本是一个纯声音版的Podcast 然后后来它有那个YouTube频道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会把链接贴在线上我觉得蛮酷的 我觉得他们这个概念超屌的 对反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最近其实蛮常都在听一些喜剧演员 国外喜剧演员的那个Podcast 然后听久了就觉得干有点烦 你知道因为每个喜剧演员其实都有点 有点病态你知道 就有点分尸技术 我没那边fuck来fuck去的你知道 我没那边shitkonsk之类的那种英文的 我的英文都是那种学那些垃圾化学来的 然后偶尔也想要听一些音乐性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听 而且我觉得它很多的有的没有 而且他们一次唱都是唱大概三四首 然后会有一些现场的一些小互动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叫做NPR的Tiny Decks Concert 大家有兴趣可以听听看啦 好 那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4号 现在礼拜一 然后晚上8点接近20分 那 如果你是听声音的话可能不知道 但是看画面的话 可能会发现我现在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然后你想说 干阿秋你怎么会有这么棒的一个小空间呢 你怎么会有这么 这么 这么温馨的一个小空间呢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这叉小 HP印表机 然后搭配这个中东的一个小刀子在我后面 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你知道吗 那没错我现在就在我 当初入第一前十集阿秋 Podcast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家公司的地下室了 因为我后来发现我爸 我不知道是太久没回家还怎样 我才发现我爸已经退休很久了 已经退休三四个月 他已经很久没来办公室了什么的 整个办公室我来的时候 充满了灰尘还有蟑螂尸体 还有地下室的霉味你知道吗 臭到一个爆炸 然后我坐在这边我就想到当年 我其实跟我老爸也是坐在这边 办了不知道很多没有意义的工啊 你知道吗 写一堆是那种什么进出口的报价 进出口单的还是什么小那种单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 你如果进出口 因为我们家算是做衣服进出口贸易的嘛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边用Excel 写一堆那种什么 有的没有的 invoice packing list 打那个有的没有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就是 出口给那种报官行要用的东西啊 然后无聊到报你知道 就坐在这个地方 坐在这个位置的对面啊 跟我老爸每天大眼震小眼 在那边做这些事情 然后这边空气也不太流通你知道吗 呃 不过我其实我老爸已经71岁了 他其实差不多到要退休的年纪 然后现在人在印度哦 云游四方你知道吗 不知道在印度 在创小你知道吗 喝他的印度拉茶 跟他的朋友那边抬杠 然后吹嘘自己年轻的时候 有多屌你知道吗 大概是这些事情吧 呃 然后我前几天就问他说 啊你这个办公室是没有在用的是不是 他就是对 他其实已经没什么在 呃 进 他已经没有在进办公室了 那我就说他这个办公室 要不要救我 呃 重新布置一下 我可能可以录个Podcast啥小的东西 因为我原本的那个 我原本是在家里 就是我住的地方录嘛 然后我后来发现 干你娘 我住的地方那个 隔音真的是烂到爆炸 你知道我真的超多话都不能讲了 妈我给你们讲过 我他妈楼上的亲侣 他妈疯狂的在打炮嘛 干 他们妈的 干 有时候半夜12点一点 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咬 你知道吗 那边 开始狂咬 你知道吗 咬个十分钟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 用我的手机 那边滑 然后干你娘 那边什么时候才要结束 你知道 我也不能睡觉 我就一直在那边咬 在那边咬 咬大概五到十分钟之后 就停 就结束了 我就说干你娘 你要咬也咬久一点嘛 最尴尬的是 我每次听他们咬完之后 我有时候还会在那个楼梯口 遇到他们 我不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用什么态度 面对这两个 二十六二十五岁的那个小情侣 你知道吗 就看着那个男的 很开朗的跟我打招呼 然后那个女孩子 也很开朗的跟我打招呼 然后看到他们就想到 干他们上次只咬了五分钟 之类的这种事情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妈的 隔壁对面的阿桑 每天在那边听那个什么 听一些台语歌哦 干那个歌声都会传到我的 我的房间来 你知道吗 那听一堆什么沾牙 我不是说台语歌不好 只是她妈 她每天放的都剩下几个什么金曲合集 你知道吗 那个詹亚文啊 还有什么海波浪啊 杀小的 那个什么啊 还有什么 一类有了没了 我干我其实在说 伤心酒店嘛 都是放那个同一片CD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CD 每天十点钟 从早上十点钟开始不断的loop 不断的repeat 妈 吵的我他妈的 我都会唱啊 你知道 有时候她那边放 我在跟着 在旁边那边跟着唱 海波浪 海波浪怎么唱啊 大蛇叫 我都把你来分开 然后我自己还配女生 大蛇叫 我爱高养我爱你 妈吵到爆炸 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说 干 现在 我应该把这些东西全部搬过来这边 至少有一个 虽然说有点臭臭的 有点发霉 妈 我看这个天花板的青钢架 很有水质是不是 很黄黄的 不过呢 这个地方看起来 其实跟我住的房间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说 还算是蛮适合我的 应该是大有可为 是啊 呃 不过说实在 我今天还特别去一趟BMQ特立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东西 现在还有人在 现在还有人在做DIY这种事情吗 还是 现在大家都是 凡事都叫人家来做 叫人家来处理 你知道 BMQ特立屋就是一个专门卖家具DIY的地方 然后 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大到一个让我无法想象 就是 大到一个让我觉得很有压迫感 因为它整个货架上都是DIY的工具 你知道 不像Costco Costco整个货架上都是吃的或者是喝的一些饮料 你知道 所以它如果垮下来的时候至少我是被 就是你想想看吧 如果我 我每次在那种很高的地方的那种很高货架那种大卖场 我都会想说 干如果 我推一推车 然后那个货架突然垮下来把我压垮的话 我希望 我希望压到我 夺走我生命的是什么 Treetop的 苹果汁之类的 你知道一些比较高级的饮料 而不是 他妈的 什么DIY的那个什么 喷枪的工具打到我脸上之类的 你知道 所以我每次去BMQ特立屋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害怕 就觉得干 而且 有时候我在BMQ特立屋的时候 我去找东西 我都不知道我在找啥小的 都太多奇奇怪怪的那种 什么 妈的 光是那种什么 补土用的错刀就有司机撞 你知道吗 妈的 谁 谁需要这么多种错刀啊 到底 到底谁需要 妈的 它错刀有 有三层的柜子 三层的层架里面都是错刀 你知道 有铁字的有木字的有塑胶字的 然后我去问那个店员 他就说每一种都一样的都可以用 就看你要用哪一种 我就说干 我就是不知道我要用哪一种才问你了 你 你他妈的 他说 去看你要哪一种啊 随便你啊 妈的 干 我把这个声音调小声一点 GAN好像也太大了 啊 干 现在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随便 不过我说实在我发现B&Q特立屋的那个 店员哦 跟那个什么 大润发的相比 感觉是 稍微的比较有个性一点 我觉得B&Q的店员好像比较快乐一点 还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 因为 我小时候常去大麦草 我们家 之前住内湖嘛 你们知道是算是 在大概十几年前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那边什么 我家附近什么都没有 然后 我们都会去B&Q 或大润发那种地方采买一些东西 B&Q比较少 谁会去B&Q采买 干 而此我们今天吃的是 塑钢土哦 这样子嘛 不是吧 呃 所以我们平常都会去大润发那些地方采买 然后 我觉得大润发的店员看起来都有一种 很疲惫的那种 悲哀感 你知道吗 就是一种 他们看起来就像 他们他们的感觉 就有一种 好像是被人家 好像是他不得不在那个地方出现的样子 就是 他好像 他自己根本不想要在那个地方出现 他只是因为 公司把他安排在那个位置 所以他站在那边等人 然后来烦他 或者是他在捕获这样子 有时候我看了他们就觉得 干 他们其实就是 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 好像是就是 就是跟我这个人有点像 只是 他们比我还更穷 所以他们必须要在那个地方做那些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 我不是说他们工作不好 他们做的 他们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只是 他们感觉是被逼迫的 要做的 我不知道有人是 有哪个在大润发上班的人会很 有热忱的说 嘿 我今天在大润发上班哦 我的 公司的标记是一个赞哦 你知道我们还有出自己的自由品牌的卫生纸哦 然后你拿来插老二的话他会破掉哦 会黏在你的老二上面 不会嘛 就是 我们大润发还出过什么 我们有出 自由品牌的牙膏哦 你如果刷牙的话 你牙齿都会注光哦 但是你不在乎 因为你喜欢买最便宜的东西 然后大润发的自由品牌 就会给你最便宜的东西 干大润发的自由品牌 真的什么都粗 干 各种清洁用 各种清洁用品都会有 你知道吗 然后那些东西都 我不知道他们哪个品牌 他们的品牌做哪些东西是可以用 啊 其实他那个 其实好像很多公司都会出自由品牌的那种产品 好像顶好也会啊 然后全联也会 只是我记得大润发是最早自己开始做这些东西的 只是我从来都不相信他们做的东西 是可以用的 你知道吗 因为 干你们是大卖场 你们就做好你们大卖场工作就好 为什么 你们还要去插手 人家像什么高露捷 或者是 黑人牙膏他们做的事情呢 你们为什么也不好好做好你们的本业就好了 我就是不懂 所以我就不信任他们的自由品牌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 说到那些店员啦 我觉得大润发的店员就是给我一种 哦 干我好累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然后如果你过去问他问题 比如说 先生请问那个 挖一包那个 嗆辣墨西哥口味的家庭号多利多姿 全是在哪里 然后大润发的那个店员就会给你一个 很 很厌世的回答 你知道像是什么 第三排走到第五个柜子的 左上方的第二格 然后如果你走过去跟他说 然后看完你发现说干没有货 你就走过去跟他说 不好意思先生 那个嗆辣口味的墨西哥辣椒 多利多姿家庭号已经没有货了 你可以帮我补吗 然后他就会看着你说没有就没有了 架上没有就没有 然后他就转头去做他的事情 然后他可能在补其他东西 他可能就在补那个多利多姿的 那个枪辣墨西哥口味你知道吗 他可能就拿 他可能就拿这一包 他就不给你 因为他可能要补 那是明天要补的货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大润发的电影 都给有一种很疲惫的感觉 但是相反的 那个B&Q的电影就有一种很 很 有一种专业 专业的那种职人的那种感觉 像我今天我记得 我记得我好像问问他 我要买油漆的那个颜色 你知道我问他怎么调 这样子 我跟他说 诶 喜欢这个油漆如果加水 如果我加水的话 他调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淡 结果那个 那边在那边油漆的那个大哥 他就说 不会 那个油漆加水 只是让他变得比较好漆而已 让你漆起来比较滑顺 但是 其实颜色上是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如果你要 做更多颜色的搭配的话 我会推荐你买这一款 这一款这一款 我就想干妈的 他根本就是一个油漆的达人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一个油漆 他就是把生 他就是给你一种 B&Q的电影就给你一种 他把生命 奉献给 那个 那个 那个区 那个专柜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大哥就是给我 他就是人生就是为了油漆的活 你知道 他就是在那边调配他的油漆 然后一副就是 如果我 如果他今天自己开一家油漆店的话 他就是会坐在那种店门口 的板凳上 然后抽着一根小 一根小烟 你知道吗 抽着一根白长寿之类的 白长寿的烟 你知道 然后那边跟你说 少年了 你背背傻 然后一副很帅的那种感觉 一副很了啊 我跟你讲 你要那个东西啊 我 我随便帮你配一下就好了 那个很棒 我帮你配就好了 我还可以帮你出那个 人工去帮你骑 你知道 可以全部帮你包到好 什么的 就是一种很 很踏实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大润发的 店员好像就比较没有这种感觉 你知道 所以我最爱 这是我今天去B&Q的一个 那个 一个小小心得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讲 这些有了没 狗屁的东西 我只是觉得 然后顺带一提 我好像买了一个 我买的那个颜色叫什么 我买了 因为我其实 就是 前几天其实我去帮佳安 骑油漆你知道 然后 佳安那时候就问 我要不要帮他骑 他 家客厅的油漆 我都说好 然后 我的酬劳是 我帮他骑整个下午 大概四五个小时 然后我的酬劳是 呃 一小 一盒的那个 达美乐的脆皮披萨 所以其实还可以啦 如果 如果以我们 以我的祖先来讲的话 我的祖先来自 中东巴伊斯汗那边国家 那个移工来讲的话 我现在一天的薪资 可能是他们当年的 好几十倍 所以相信 呃 我的祖父听到 我拿到这么贵的披萨 应该蛮为我为 以我为荣的吧 我在想 这公子很小 反正我那时候帮他 汽油漆 我就觉得好像 汽油漆蛮容易的 然后 因为我现在有这个空间 我 我虽然说现在看起来 好像还可以啦 就是 但是我可能之后 会把后面的墙壁去 漆一漆吧 我在想 做个那个 做点装点啦 然后我那时候去BMQ 其实我主要去BMQ 是要买那个 油漆的 结果我买的那个油漆 我上网看是什么 灰绿色 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买的那个颜色 有点 有点怪 你知道吗 看一下 我买这个有点像是 这个 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来 你知道吗 它上面写是写 它就是 N198-6 这个颜色 但是我怎么看都觉得 这是 那个 跟我家 它 跟我那个 国中同学 她刚出生的女儿 刷出来的 七菜是一样的颜色 你知道 这是给我一种 刷七菜 那个颜色的那种 那个feeling 你知道吗 但是已经做出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看来 呃 这个 我只能接受它 你知道 看这个颜色怎么 越看越像 刷七菜的 那个 如果它有英文名字的话 应该叫做 baby shed green 我在想 青史色之类的 反正 说不定过一两个礼拜 你们就可以看到 我后面的墙壁 就是 涂满了那个 婴儿大便的颜色 就是婴儿大便加水 就会变这个颜色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无聊的东西 你知道吗 呃 其实 上个礼拜是帮 这礼拜我觉得有点怪 因为这个 我今天 我今天感觉 我的flow有点不太对 你知道 因为 呃 就是 我有重新塞在这个场地 然后 其实我现在有点 有点看不太到 我的那个画面 因为我现在是用手机在录 因为距离有点远 所以 所以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录出来效果怎么样 呃 但是因为我上礼拜 当老K录 然后我觉得那个画面 其实还不错 然后我也一直在想说 我有时间的话 其实应该好好的 把我这个 就是一直用480p的这个 Podcast 480p的这个 视讯镜头的Podcast 给稍微提升一下 至少画质提升一下之类的吧 所以我在想 干 至少改用1080p的手机来录之类的 看会不会好一点啊 这个效果 Anyway 干 老喝一口这个 过期的无糖豆浆啊 刚又没想要喝水 那时候我发现我 我家公司楼上 在那个很烂的冰箱里面 只有过期的 一杯无糖豆浆啊 但是 我想说过期两天 应该还好啦 应该还是可以喝啦 就是你也知道 我妈 你知道 这豆浆应该是我妈买的 那你也知道 我爸上次就喜欢买东西 然后放着 然后放到她过期 之后才开始喝 你知道吗 我妈超喜欢把东西 买回来放在家里 然后把冰箱塞满 塞满之后才 等到她过期 我跟她说 欸妈这过期 好那今天煮来吃啊 你知道 就是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 就煮来吃 为什么你要等到 放到过期才煮 我妈就说 我不知道这么快 就过期啦 哇哉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现在就开始 吃过期的 秋刀鱼之类的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不过还可以啦 还可以 过期的豆浆还可以喝 上礼拜我帮老K录 跟老K一起访谈 然后 其实我发现上礼拜没录 好像 总觉得内心有点空空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突然发现 每个礼拜录这个 这个不知道 超小的Podcast 这个电台 好像已经变成一个 我一个既定的一个行程了 就是 虽然说 欸 虽然说我不知道我这个东西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在冲他妈三小 但是 就觉得好像有人看 有观众看嘛 就是 我看到数字上 两三百位观众 听众在看嘛 我就觉得欸 不错嘛就是讲一讲干话 不知道在冲他小 然后有人看 其实感觉也蛮好的 因为虽然说 有时候觉得 就是你如果 就是有时候想说 哇 我的观众数大概两三百 好像也没有到很多 因为你知道有些人 PO格那种脱口秀影片 就随便上万破万观看 但是就觉得说 干 其实 就是 有两三百个人在看我 在这边不知道創他小 好像也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 可能你们生活也很无聊吧 跟我一样 就是 某方面讲 我们都是很无聊的人 你知道吗 因为 某方面讲 我们都是 在生活中需要点乐子的人 但是 我们透过这个奇怪的形式 你知道 用这个 莫名其妙的东西 透过我的手机的镜头 我们其实某方面 连结了起来 你知道 就这样 就这样 不知道創他小的 连结 连结好像应该这样 连结起来 你知道吧 所以 某方面讲 我们 回来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点 就是 不是那么的孤单啦 我只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 其实还是蛮开心 因为当初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 呃 因为你也知道 我现在回到原本 一开始录的这个地方嘛 其实也过了一年 刚好差不多过了一年多一点 那当初我在录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自己 随便讲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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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塞 然后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我那时候第一集是什么 大年初 初七的什么 初九的单身仔 一个没有什么主题的内容 但是呢 那时候最早也只有我了 两个室友在看嘛 然后有一个 现在好像已经移民了 已经没有联络了 因为当初我们是住在那个 很烂的那种宿舍房 但是呢 其实 某方面讲 能走到今天还是蛮开心的 虽然说我不知道这个 到底是 可以干嘛 你知道吗 因为妈的我也没有在开盈利 我也没有在赚钱 呃 但是其实还是 就是想要跟你们讲啦 就是还是蛮开心的啦 就是这样子 好不好 妈这讲下去我他妈就是 他妈就是 他妈就是一个小 那边多愁善感的小娘炮 你知道 那边 我好开心喔 好开心 大家好开心 大家喜欢看我的影片喔 对啊 反正 反正有人看我就继续做 然后看 在我能做到的那个 这个 程度里面看能提升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 对不对 那说不定 其实我最 其实老实讲我自己是觉得啦 我现在做Podcast 我会觉得好像比做 脱口秀来的开心一点 因为Podcast就是很自然 那脱口秀 Podcast真的就是 好像我在对的朋友 拉赛 但是 差别就在于 就是我一个人讲 没有人可以回 没有人可以回嘴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人可以跟我讨论 那其实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这样有点无聊 但是其实某方来讲 我还蛮享受我一个人自言自语的过程 可能把我发现讲我也是有点 有点自恋吧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其实蛮喜欢听我自己讲话 我自己有时候看我自己讲话 觉得干他妈的 这个家伙他妈的真好笑 好想认识这个人 好想认识这个家伙 我妈的太好笑了 呃 对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 其实 这种感觉就是 呃 其实我其实前阵子也很想讲一件东西 就是 就是这就是什么 陌生人之间的那种灵魂的羁绊 还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现在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真的太lony 太孤单了 因为 你看现在人 我有时候走去捷运站里面 因为每个人都是在滑手机嘛 就是 有时候我觉得 妈的 我走进捷运站里面 我他妈现在把裤子脱下来 全裸走进去 大概也要 十秒钟才会有人发现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觉得大家现在 的时间都在看你他妈的 该死的那个 智障型手机 妈的我手机现在在录影 没办法拿出来用 但是呢 我总觉得妈的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感 好像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东西 就是 就是有时候某些小事情 会让你觉得好像很 这种东西就是 这种连结是在一个 弱有事物的那种感觉 就是 其实我有个故事 有个小故事很想讲的 就是 虽然就是 现在讲这个好像有点跳 跳跃 但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嘛 今天天气蛮的超好 那个台北的天空超级 然后 其实台北的冬天天空很少这么蓝 然后最近这几天 都有几天会有这种超级好天气 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 那个 中国他们 因为武汉肺炎 所以停工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 那个上空 雾霾都消失掉了 你知道 我们在天空开始变得 天气变得很好 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 你知道每次我在台北 台北 台北 就是 不然在工作 或者在游荡 或者在走来走去 或者在发呆 或者不知道 在路上散步 做我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有时候觉得说 看到这种很蓝的天空 都会想起我以前 就是 我记得我之前有时候 无聊的时候 一个人骑车到台东 或者那种 东部海岸线的时候 然后自己去找一间 那种很烂的民宿 住个两三天再回来 然后我就记得 我之前有一次 我那时候 一个人骑车 骑着 那个很烂的二手的 云豹 挡车 150 然后油表也坏掉 烂到爆炸 一台2万多 那时候买 我就一个人骑到台东 然后住了四五天 然后 住完之后 我记得最后几天 我要回去准备上班了 我就一个人骑 那时候我记得 我是从成功镇 台东的成功 一路骑到那个 长滨啊 长滨镇 长滨镇 下来长滨镇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台东嘛 然后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骑的时候 我的右手边是海 那个海跟天 都是燃到一个靠北 就是那个天空跟海水 就是一道线 一道线把它划开 然后你可以看 你仿佛可以看到 那个太平洋的尽头一样 就是一片晴朗无云 你知道 然后那时候骑在那个路上 我就看了那个笔子的 那个 平到靠北的 海平线 然后再往前看 我前方的那个台 十一线 台十一线 那个东部的那个路 也是一路直到一个靠腰 所以我就那个 骑在那个 我那个挡车上面 我挡车又是 那时候速度又是 快到一个靠步 你知道吗 所以我那时候 骑在上面就是一个 靠北靠步 又很靠腰的状态下 不停的往前走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干 我人生中 什么烦恼都在那一刻里面 烟消云散 你知道 我就觉得干 我人生就是为了这一刻活的 就是他妈的一个人 背着一个超烂的 破包 你知道 然后就坐在一台烂到爆炸的机车 还没有油表 然后指针表也坏掉 然后也没什么钱 就这样骑着那个路 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我就是从 成功 一路骑到长滨 然后这种感觉我就觉得 干很爽那种感觉 然后那时候想想 干到底有谁可以跟我 有这种连结 这种感觉到底有谁 会知道 因为我那时候当时 我所有朋友都在台北工作 你知道 要不然上班 要不然就是 在念书嘛 对不对 那时候2526吧 结果那时候 我家长滨的时候 我发现我那个 轮胎好像有点没气 我机车轮胎就有点没气 我就到了那长滨镇上 的一家机车行 好像是光阳的 什么机车行之类的 然后那个 整个镇上都没什么 那时候好像中午时段吧 也没什么人 中午过后时段 就是感觉乡下人都在 该说他们乡下人嘛 对他们乡下人 对 都在睡觉 就是在很悠闲的时段 然后那时候骑到一家机车行 我就看了那个里面的一个老板 是一个 呃 有点发 中年发福的 戴着眼镜 看起来很和善 毛巾还挂在脖子上的 穿着短裤的一个 中年大哥 我就跟他说 我那个轮胎要没什么气 可以帮我打一下吗 然后他也没说什么 他就开始帮我打 结果打完之后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嘛 我就在那边等他 然后他打完之后就看着我 然后就跟我说 今天这个天气很适合出来 外面跑一跑 我就看着他 我想说 干 他懂我 我就看着他 我就看着这个中年大哥 脸发福 戴着一个 金丝边的眼镜 然后看着他 干这个大哥 虽然我不认识你 虽然你跟我身材也不太一样 虽然我跟你年纪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一刻 我跟你的心思有所连结 我就说对 今天太适合出来跑一跑 然后他就微笑 我也微笑了 他也没跟我收钱 我就骑走了 我觉得干 就是人生的 我觉得有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就是在这种很 微小的狗屁东西 像有时候我讲笑话 跟人家 让人家笑 这也是一种连结 但是我现在做Podcast 我觉得如果你们喜欢 如果你们留言 你们按个赞 或者是 怎样的 我就觉得 或者你们看 我就觉得干 这也是一种连结 你知道吗 你懂吗 你他妈活在世上 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就是为了这些狗屁东西的活着吗 不然为了什么 钱吗 功名吗 权力吗 可能适合某些人 但是可能不太适合我 好吧 好吧 那 我们再放一首 这首 这个Joya Smith的歌 好了 他有什么好听的歌 让我听看看 Joya Smith 好 这首歌好像是他的怎么成名曲吧 Be Honest i know you want me everyday not only when you're lonely 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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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 think you know me but you don't even know nothing about me 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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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ee my thick thighs as when you look into my brown eyes you see my little waist can make you switch sides you never know the devil in a disguise so why don't you stand up baby and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do you want me on top So let me show you, show you, show you I don't need to back it up Don't wanna hold you, mold you, scold you, split you in half with my heart I just wanna love on you, trust in you, honor you, please do the same on your part Be honest, you want this But I can be heartless regardless of my conscience Be honest Be honest, you want this But I can be heartless regardless of my conscience Take time, you know, say I run whenever I see bad mind Before you come out, wait, make sure you think twice Look into my eyes, but you can never see I I can point it at me, you know, I could never lie Come through, I could show you something you can run to When I'm finished, you'll be feeling brand new We'll never be somebody you can run through When I can put down my life one time No cap, be vast, though that catch feels get high If you make your bed, then you can lie Just please don't waste my time, be honest, yeah You want this You want this But I can be heartless regardless of my conscience No, be honest You want this But I can be heartless regardless of my conscience No, be honest No, be honest No, be honest You want this But I can be heartless regardless of my conscience No, be honest No, be honest You want this But I can be heartless regardless of my conscience Thank you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Moethe Mr. No